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期给大家说一说通过我这一次的滑雪实战总结了很多经验和一些小窍门甚至可以免费滑雪希望在这里给准备去滑雪的朋友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虽然现在新南威尔市的疫情还让很多人放弃了滑雪的计划但是它总会过去的滑雪季可是一直到9月份就算您今年不打算滑雪了那也可以先参考一下我这个视频为来年滑雪做一个准备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的朋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这个栏目是关于澳洲户外生活旅游的栏目我会每周更新 订阅我的频道后您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拉您进我的户外群我的微信号在我的视频描述区里面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滑雪的服装先说滑雪上衣这一天气比起国内的还是要暖和许多所以雨加雪的情况非常多见如果您就穿一个普通的雨农服或者棉服并不防雨所以在滑雪上衣是既保暖又防雨还是很有用的 下边就是滑雪裤 这里的滑雪裤我认为最为重要因为它既宽松又方便运动而且还防水还带一个杯袋滑雪的非常的舒服 我觉得滑雪裤是一个滑雪的必要装备 那我以前呢在国内呢就是呢就穿一个牛仔裤去滑非常的不舒服 再有呢就是秋衣秋裤就是我现在穿的这个那一定要到啊户外店买运动的这个呢和在国内穿的保暖的纯棉的那不是一个概念 这种秋衣秋裤呢那看起来薄 但是呢保暖足够了而且呢出了汗容易干 不会一直啊湿漉漉的现在减少呢您着凉的可能 下面我要说呢雪地靴 就是这样 这个雪地靴啊如果您不滑雪肯定需要 因为呢天如果热一点或者是下雨地上呢就会有啊很多的积水 这样的靴子呢保暖而且防水 那如果您的滑雪并且在小镇上呢租了雪具 那呀就可有可无 因为停车场呢离雪场很近 可以啊穿着滑雪的靴子走进去 但是啊滑雪的靴子穿起来啊还是有点沉 这个穿过的朋友一定知道 那一直呢从停车场走进去还是有点累有点慢 我们呢就是呢穿上啊雪地靴 带上滑雪靴到里面才换的 但滑雪靴呢扛着拎进去啊也很沉也并不轻松 所以吧这个您就自己啊决定了 这个呀就联系到到哪里啊去租设备的问题 那关于滑雪装备啊我上一期滑雪视频介绍说呀 在小镇上租雪具特别是呢连续的租用几天会便宜很多 但是呢那个经过我这个一系列的实践呢 觉得呢如果啊考虑到第一次滑雪的朋友 或者是啊带小朋友 嗯并且呢您不能保证啊每天都滑 也许啊在雪场租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呢可能就是要呢排队租雪具会耽误一点时间 所以呢这也是真的是一个鱼肉和熊掌的关系 那在小镇上租雪具呢 我主要呢是推荐的一个BP雪具租赁 这个呢就在加油站的旁边 应该和加油站呢是一家 我自己呢并没有在这家租赁 而是啊比较了一下价格 选择了另外一家看起来呢比较便宜的地方 但是啊您猜等着 最后算起来两个大人两个小孩 最后的价格仅仅比BP便宜了 十块钱 所以啊真是买的不如卖的精 就是这个道理 那BP的雪具呢都是比较新的 店面呢也比较宽敞明亮 大家呢可以从我的视频里看到 而且呢他们的雪具 从滑雪服到头盔都有 很是方便 下面我们说 购买 Lift ticket 缆车票 那来到雪场不就是滑雪吗 滑雪就要坐缆车上山呢 很多人和我也是一样的想法 于是啊来雪场几天就连续买几天的缆车票 这样觉得这样划算 但是啊如果您是滑雪的初学者 或者是小朋友来滑雪 真的呀没有必要这样买票 那为什么呢 第一天有菩萨风云 如果赶上哪天下雨或者刮大风 滑雪条件非常的不好 很多人呢就选择酒店蹲了 那那一天的滑雪票不就白搭了 我们呢就是赶上最后一天呢 下大雨 还好下午放晴了 不然也是啊浪费了一天的缆车票 那小朋友的心情难以琢磨 就像我朋友家的一个小朋友 由于啊第一天滑雪摔倒了 有了恐惧心理 后面两天就再也没去滑雪 后面两天的缆车票 这样就浪费了 所以啊 如果您没有滑雪经验 第一次去滑雪 或者带着小朋友 不如啊 去了看情况 需要哪天滑当天再买 可能当天的单价呀会贵一些 但总体算下来 其实呢可能更划算 如果不买滑雪票 也能滑雪 为什么 下个我给您说一说呀 如何免费滑雪 不管您是成人还是小朋友初学 已经啊参加了课程学习 或者是没有 需要自己在小坡上练习 这个小坡呢就叫做 就是为初学者准备的 在这里呢 其实呢就可以不用买那个 Lift Ticket的缆车票 因为啊 这个坡其实呢很短 你扛着雪板走上去 也就是啊 两分钟 但是如果排队 做磨坦 那需要至少十分钟的时间 而且爬上去啊真的没难度 我家的小朋友也才呀 最小才七岁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扛着雪板走上去 所以呢 如果在这里练习 真的呀是不需要买这个Lift Ticket 如果呢过了一两天 练习觉得有进步了 想上更高一点的地方 上山顶或者怎么样 再买缆车票也不晚 而且呢比连续啊买几天的会贵一点点三天的 但是呢总体价格还是便宜很多 这个滑雪票 特别是啊 如果您是在网上买的滑雪票 那么学厂会把这个滑雪票寄到您的家里边 一定记得要把这个卡呢带到雪厂 并且呢随身携带 每一次啊乘坐这个缆车的时候呢 都需要呢 这个滑雪卡才能通过 那卡呢 最好放在一个安全的口袋里面 但是呢 我们呢就是啊 走之前都没有收到这个邮寄来的卡 我们都滑雪回来了 才发现啊 邮箱里给寄的滑雪卡的信 但是呢 我们到了滑雪的地方呢 就去做了一个补办 因为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 所以呢 就没有收费 不过呢 如果您真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把这个卡弄丢了 也没有关系 那花五块钱呢 就可以呢重新办一张 最后呢 给大家呢介绍一个这个雪厂的一个基本情况 首先是停车 如果开车进雪厂呢 是29一天 在开进山的时候啊 可以看到一片很大的区域 有四条车道 左边两条是缴费的 缴费以后呢 就会啊 让您贴一个凭证 在车窗上面 可以啊 一次买多日的 这样呢 您就不用啊 每天上山都去买票排队了 当然 如果呢 您住在山上 那就会啊 更方便一些 也不用啊 每天买票了 在雪厂里边呢 吃东西 因为肯定是要吃一顿午饭的 这里呢 这个山长推荐您啊 可以带点吃的上去 特别是啊 如果您能在华人店买到那种啊 自动加热的方便火锅什么的 那是最佳选择 因为啊 天气还是比较冷的 那在上面吃的东西啊 很贵 如果呢 正好赶上 吃饭点 那就需要啊 排很长的队 也其实很烦人 所以呢 推荐您带一些吃的上去 再有呢 就是要自己带水上去 如果说那里的饭呢 是贵 那水呀 真的就要算是天价了 大家看一看我视频里拍摄的 一瓶矿泉水 六块多钱 在超市啊 可以买一箱了 那滑起雪来呢 还是很费体力的 特别是呢 如果是啊 敢让天气好 中午又有点热 那水的消耗 还是很快的 好了 那关于呢 滑雪的经验 我就啊 先说这么多 大家呢 如果要记滑雪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 随时留言问我 我一定啊 有问必答 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 再见 拜拜 by bwd6